美人如玉,软玲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,她是名副其实的无声电影时期的影后,她不仅有才华,还有美貌,都说人生如戏,软玲玉演过无数的角色,很多都是自杀,出家,入狱,惨死为结局,但她为人正直,善良,纯真,这一系列的苦难角色,或许给她造成了某种心理暗示,导致她有了轻生的念头,但更多的是她遇人不输,没有遇到一个对自己真心的男人, 在几段错综复杂的感情里,软玲玉被弄得痛苦不堪,在1935年25岁的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,留给世人无尽的悲叹